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 在我们八种植区可以开始育很多的菜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选籽和育秧的 先把土打湿 稍微把土往下压一下 因为它,你看它上面满了 它实际上底下还有空间 苗它发起来以后 它那个根是要扎在土里面 它需要那个土来支撑它 然后也是需要土的营养 我用这个小盆来发几颗洋葱 就是发苗它的方法都很像 洋葱它的籽和生菜籽不一样 你看它的籽哦 稍微大一些 所以我可以在这里面 一个隔间里面 放两三个吧 我刚才下去差不多两三个的样子 让它们一块长 就像养孩子一样的 小孩子喜欢在一块玩 这个菜籽呢 它有 菜籽跟它一块长呢 有的时候对它也是有好处的 上面呢再给它买一点土 这个籽呢 买到这个湿的 这个是湿透的土啊 两个星期之内 都是不需要浇水的 虽然洋葱 它是耐寒蔬菜啊 可是它的籽 发籽 它还是叫温度的 所以我今天呢 这个发完籽 这个盆 我是要拿回家里去的 等它出了小苗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小暖房里面 因为我今天 现在只是二月份啊 我发的几个苗都是耐寒蔬菜啊 好 这个里面呢 我来弄 豌豆 它你看 籽很大 我也可以 一个里面 买两个籽 我这个籽呢 我也想把它 今年把它用了 因为这个籽啊 它如果要是 超过三年以上呢 它的 发苗率就比较低 好 这个呢 就是扁的豌豆 我就把这边 也是一个里面放两个 现在上面呢 再铺一层土 也是要把它拿回家去 因为它需要温度来 发苗 好 这小红萝卜呢 我喜欢春天种 春天呢 它长出来特别甜 脆脆的 就是吃的好玩咯 像我北方人啊 生着吃 如果 你不喜欢生着吃萝卜呢 你可以用它烧烫啊 炒着吃都可以 三个 四个 因为它 这个籽也是一年了 就去年买的 它不一定 都能够成活 如果家里温度不够高呢 可以放在暖气口旁边 它头两个星期是不需要阳光的 就需要温度 我在二月底的时候呢 还预一些夏天的蔬菜 比方说瓜类啊 苦瓜 南瓜 还有水果类 香瓜 因为我们这里呢 夏天比较短 然后这些夏天的瓜类呢 它们需要在 温度很高的 环境下 生长 结果 所以 为了给它们 延长生长期 我就早一点 预秧 让它们先在家里面 长大以后 等天暖和了 再把它们 种到外面 这样呢 就可以 保证 它们有足够的时间 成熟和结果 我的苦瓜 香瓜 和南瓜的籽呢 都是 超市 买来的瓜 自己取的籽 所以呢 我把它们晾干以后 把它们泡在水里面 质量好的籽呢 它会慢慢的沉到水底下 然后呢 质量不好的籽呢 它就会飘在上面 所以呢 我种 就种那些 沉到水底下面的籽 这样呢 它的质量是保障的 把籽种到土里以后呢 把玉秧盆放在暖气边上 催芽 用籽发芽种菜 不难吧 那总统日常周末 大家都开始种菜吧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